众生意平等 魂起 将所述的证人和人的愿景 纠结了如明亮大惊 九龙世七号 黄毓民 马玉生 那女友更美风景 人民都可以 人民都可以得逝 myradio.hk 全力支持 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 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myradio的支持者 大家好 我是毓民 我忙于选举工作 但我也要提醒大家 九月月费 希望大家可以帮帮忙 因为我们选举 也是非常辛苦 常在街上 我们现在四区 他们个人都有筹款 但我个人就是没有筹款 大家支持这个毓民踩场 为毓民踩场打气 月费就双倍双倍 在这里希望大家帮帮忙 为毓民踩场打气 谢谢你 各位九龙西的街坊 九龙西的选民大家好 我是当区的立法会议员黄毓民 新的一届立法会选举我会继续参选争联任 而且我们还联合热血公民香港復兴会 组成热普城的参选联盟 五区都有派人参选 除了九龙西是毓民争取联任之外 九龙东就是黄阳达去参选 新界东就是陈云博士参选 新界西就是郑重泰博士参选 港岛区就是郑锦门参选 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支持热普城的五区联盟 五区当选 我们会进行公投制宪修改基本法 而这个修改基本法是由香港人来修改 根据基本法第159条 修改基本法的门槛是非常之高 首先要由立法会三分之二的议员 和港区人大代表三分之二 向这个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基本法 然后再由人大常委会去修改 这个门槛是太高 而且没有香港人的参与 而我们提出的主张就是香港人直接参与受限 在2010年我们曾经搞过五区公投 这个五区公投就是说 由香港人去决定香港政制的前途 2012双普算 结果因为民主派的拖后腿 建制派的杯葛 令到那次只有五十几万人去投票 今次我们郑普城提出的修改的主张 就是要永续基本法 而这个所谓永续基本法的意思就是 2047年之后 香港可以继续一国两制 而香港的实言主权可以能够得到巩固 前提就是要由香港人去修改基本法 将基本法里面的恶法删除 然后我们去完善基本法里面保障香港人权 保障香港人的经济民生利益的这些条文 是继续可以存在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这个公投制宪的主张 另外毓民过去八年在立法会 那个议会抗争取得很大的贡献 大家都有眼看的 在过去八年 毓民在立法会 率先发动这个议会抗争 也都发动这个拉布战 当然大家的评价都不一样 我们但开风气不为师 最初我们进行议会的肢体抗争 包括订招、掃墙、琴台、抢麦等等 这些被认为暴力的 这些什么所谓呢? 受尽特马 那些所谓和理非非的泛民主派 更加多次谴责毓民这种行为 但是到了今时今日 大家在议会里都看到 泛民主派都开始懂得走出去 离开他的座位 然后去主席台抗议 甚至霸占主席台 也有很多人 跟乳敏去拉布 虽然水平比较低 只是懂得点人数 拖延会议的时间 促使留会 又不懂得提出修正案 发表你的意见 我们记得在2012年 我们用两个月的时间去拉布 结果将梁振英的5C14局拉倒了 各位 今次我参加选举 争取连任 我的团队里排第二的就是马玉生 他是我地区办事处的主管 这个地区工作经验非常丰富 只是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 今次他的参选 我希望他都能够当选 所以九龙西的选民 请你一定要投票支持7号 黄毓民马玉生团队 令到马玉生都可以进到议会 毓民也都后继有人 可以提早退休 各位 在九龙西 大家的选择 就只有7号 黄毓民马玉生团队 土伐狼英 鞭鞭鞭九官 毓民最劲 九月四日 希望大家能够投票支持 7号黄毓民马玉生团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早上 早上大香港早上 my radio和以往事报联播 早上节目的camp那么低 搞得我遮掩头 要按下一点 要不然要坐矮一点 怎会这样呢 今早就暂时只有两丁有 那就是我 还有Joy的淡仔在推麦 很不关 不看到镜头的样子那么大 那么大 你出去外面吧 我坐过那边 先走 人生都是要习惯一下 习惯在这里有很多小强出去走 昨天有Jag爬了上你的脚 我看你死的心很害怕 不是因为很小 没什么所谓 你就没所谓 我有所谓 我本身也是一个有所谓的人 但是都是会习惯 我叫的 我叫的 如果真的有 没做什么你不用叫的 一会会多些主持 因为去街站 晚时要回来 除了黄文达 汤姆都回来 湘杰又回来 晚点回来 大家都在忙 因为选举只有几天 今天就是星期二 如果说得文清些 就是选举前最后一个星期二 关什么事 每天都做 不过我最后一集的打工早晨 就是选举之前 是呀 你这几天都不回来 但没什么 没什么 但你还有热症 那些做别的东西 那些就说别的 我觉得很不同 打工早晨 一来就在studio 然后政治就在外面 外面又有另一个做法 那也是 演说一些 接触街坊多些 另外不同 大家都很珍惜我在这里的日子 你很努力 不够大亨努力 你又去endorse四眼 你真的很努力 很忙 大家都开街站 大家都辛苦 最后这几天 大家都很努力 大家一起去 我也有去endorse陈云和大亨的 你签了纸 没有 你要签 否则你叫陈云上这个节目 好啊 大家没什么兴趣去看大亨努神 应该 因为昨晚大家顾着看神区 杜汶宅 神经 搞得 顾着看玉敏 骂 应该没有人起床 骂梁验 你们都是负责看的 这次我觉得一天最坏的都是杜汶宅 那一夜打电话上去做什么 那就是骂他 那我们今天就不会骂 骂青年新政的 先想回夫人 好过分啊 不沉我的眼 我要分散些杜汶宅做的 这些像哲牙膏式 不是啊 我哪有那么多杜汶宅 整个星期th 这么多节目 青年新政的大人把 先玩一下 好好好 讓你發酵一下 看神區上不上來 上來的話記住又是我 不會 每一天都講一下選舉 始終都是最後這個禮拜 之前都講的 這兩天其實到最後這個禮拜 鋪天蓋地都在講關於賄選 舞弊 種票這些東西 蘋果昨天就已經出了頭條 就講關於一些跟賄選舞弊有關的東西 大陸有東莞版的雷動計劃 這樣氣死太要聽了 今天再講死咬不斷 今天就變成禮物包蛇齋餅種 上面就是巨記餅家的廣告 不是的 下面是講禮物包的 有包貴價宴物片 還有包麥芽餅 還有大包裝 剛才說這麼多下本 不是的 不下本嗎 出手低 大包裝來的 那個廣告片 不是普通裝 不是的 這個禮物包很小 如果以我認知 是嗎 不是以我認知 中票 不是賄選那個 平時的蛇齋餅種 平時的老人活動 不止這些 我覺得環保袋還挺精美 現在不止布袋 便宜到什麼 好了 這是牽涉到什麼同鄉會 是九東的 廣東散美視同鄉總會 這是有個阿珍姐 長者來的 就向蘋果投訴 就說收到 有這個 那個會 叫長者提供個人資料 還有填是不是選民 然後就送這個 價值七十元的禮品包 然後那個禮品包裡面 還有張紙仔 寫著五 還有八零兒 就叫他們記住 頭謝偉俊 還有文建聯的李慧琼 但是當 蘋果記者去問 那些職員的時候 就不斷回答我了 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那些職員去到 那個 就是所謂那個 派發禮品包的地址 其實就是說 已經全部派完的 那些禮品包 這麼可惜 對呀 真可憐 就是他們獲得 收買別人的紙 只有少量的quot 進來吧 要不然就等了 湯姆剛才送完物資 就回來了 好 那 那呢 就 蘋果有個這樣的頭條 不用裝傻氣的 哈哈 不用裝傻氣 有寒珠 有寒 你覺得我們的攝影看到 想像是 Soon In 拍你那個寒珠 你覺得我們的攝影看到 不是很多很多很多 譬如上來剛剛做節目 又化妝又成 都做不夠幾集就放棄 那個攝影就看不到 我有化妝的 不是 那個攝影放棄 很漂亮啊 沒有東西了 做什麼 做什麼 因為我打算幫忙設計 你會弄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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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從來都不碰那些物資 我弄壞都弄壞 我不弄 很差的 算了 第一張弄壞就更壞 你不會弄壞 蘋果就有這樣的頭條 這些涉嫌賄損的新聞 剛才提過 什麼股票行 什麼 股票行派 那個所謂的股票行派 那個所謂的股票行派 有很多 就是給了一點點好處 然後就給了一張紙 記得頭幾號 幾號 然後昨天那個東莞版雷動計劃 又是有那個表 那個名單 但是如果大家有流連網絡的話 就是上網 昨天比較瘋傳一點 就是雲海 你知道雲海主要是研究UFO 雲海研究很多東西 研究很多東西 但是研究所有東西 他都是會 雲海是炸兩盒 沉筋問救 沉筋 對 還有會壓低聲說 奇怪了 那究竟今次關於選舉 究竟UFO的專家雲海 就是他遮一遮頭 在後面先 首先就是 好了遮好了 然後 我不會把他聲說 今次的選舉奇怪了 那究竟是 因為出了一篇很長 差不多 一萬字 那就是講了幾個項目的 就是講關於選舉幾個項目的 其實就不是講關於今屆 應該是講關於前一兩屆 上一屆 再上一屆都有 再上一屆發生的 一些跟選舉有關的情況 那究竟是否是共濟會 還是有羅茲威爾 聖羅在幫忙呢 大致講了些什麼呢 那我們順序簡略地講幾個項目 第一單 他就說四年前 有一個傳媒人 告訴他 在正式選舉日之前夕 在深圳裏面 有一個私人的飯局 竟然在 什麼 竟然有翌日 才可以出現的投票紙 就是那些投票紙 不知道為什麼漏了出來 不明來歷 是的 你們這句搞得好 而且就說 有黑幫 就是那個傳媒人 複述給他聽 有黑幫已經動用這個人手 就是去處理的了 處理不知什麼 據他了解 正常情況下 就是政府引好那些 選票 就會儲存在政府物流署 去到選舉當日 才會去到 運回各個票站 但是 他自己 真是運台 有明衝動 他試過 他自己私下去詢問這個選舉事務處 原本那些都是公司的答案 直到他說 有這個選舉事務處的職員 私下告訴他 原來有一些所謂的選票 即是空白的選票 在選舉前一個星期 就被送到 是不是空白 本身是空白的 本身是樹的 本身是樹的 本身是空白 是否羅茲威爾的農夫 那些選舉主由家 不是變成血汗工廠 是嗎 每一個星期 這個牽涉就是說 其實很簡單的情緒問題 就是說選票理論上 是封裝好 投票日之前 都是擺在一個 照計是不可以外流的地方 他所說是政府物流處 應該不是另一個地方 理論上 不可能會在禮拜日 早過投票日之前的任何時間 可以流出去 這個世界會流出 就是iPhone 7的款式 但是不會流出其他 我想說 大陸廠已經做過iPhone 7的殼 照計就不會流出 但是他就說 他有兩個點 第一就是他親眼見過 如果跟著他的文章 他說有一個傳媒人告訴他 有人告訴他 對不起 我立即收證 他不是親眼見過 在深圳的私人法屋 看到有一張投票紙 就是已經看到那張 就是那個傳媒人 坦白說 就見過 然後告訴雲海 我一定要給一個懷疑的點 我不是懷疑雲海 只是那張有沒有可能是 彈簿那些 譬如就是 早兩天馮華那些 事給印的 或者是板那些 我怎樣都 預演票站 不是站在哪一個那邊 預演選票 那他有 馮華真的有預演 有四個票站 這個傳譯 因為他也是聽回來的 第二就是說 有選舉事務處的職員 私底下告知 選票其實早一個禮拜 就會離開了 一個傳訊的地方 就去了選舉主委委員 裡面 究竟那些票是有沒有 已經吸引了呢 那他這裡就沒有寫 沒有 這就是其中一個點 然後第二篇是講什麼 我們給Joey講 第二篇呢 看她找不及看她 不是 我是這樣 我是這樣被譚仔 騷擾 我在看我的Facebook 你先說 然後 多壞 快說快說 我們去看Facebook 然後呢 他就是說 他想 他聯絡這個選舉 選舉處的同事 想他將幾宗 眾票案 交這個執法機構 嗯 然後那時候呢 就跟他說 沒有迫切性的 提告沒有時限的 但是 雲海就知道選舉條例 是有時限 就叫他們問清楚 律政署先 然後就 別人回覆他 就說沒有時限 誰知道過了三個月之後 嗯 才告訴他 原來真的有提告期的 然後告不到 嗯 這樣 然後另外去到另一點 然後他就說 他想對這個 只是公屋裡面那些 一戶七勝的數目給他 然後那個人就跟他說 是有超過兩萬宗 然後就說 叫他 然後他就要求 那個選舉隊那裡說 就算告不完 都要告一些 就是雲海這樣說 是的 因為雲海炸兩盒 什麼都要投訴和報 是 但是怎麼知道 哇 建國之後他做審計署 真是一海 好啊 請他就請他 我不敢做 我不敢入政府 請他就請他 但是那時候 當局就帶他 就說 我不告你告 那雲海當然是告 有沒有所謂 嗯 然後他聯絡廉政公署有關人事 就約了第二天 就去落案調查 那兩萬宗的公屋種票 然後當時有三位高級調查人 員和高層在那裡 下了口供 然後也都 下了口供之後 也都找了那個選舉隊的同事 跟他下口供 然後就說 要求他們 提供所需資料 進行起訴 跟著那時候 他最初 他還對這個ICAC 是有期望 以為可以這樣作出警示 但誰知道 就說兩個月之後 調查組同時 叫他 就說 有一個非常不可思議的情況 就由於 埃記多次 就算幾堅持要求 當局交出名單資料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一直堅持拒絕交出任何 眾票名單資料 令到廉政公署無法執法 這樣 這個就是第二單 票會不會在Area51裡 中票 好了 這樣就 這個就是八年前 他在UFO那裡中 叫他中 這裡他都讀出來 中票 中票 那他就 第一就是提告期 選舉事務處告訴他 不是那麼急的 因為提告期是無限時間的 沒有時間 所以慢慢來不用急 到過了三個月告訴你 過期了 原來過期 另外就是關於眾票的事件 告不告 然後又說選舉事務處不提交 一些住戶的資料 所以就告不到 這個就牽涉了一個 是否關於選舉舞弊的情況 是否一個公運處理的問題 好 第三集就說了 阿湯沒有教我們 快點 你說快點 是嗎 我還沒看 其實我有提示 你提示 被告被告者 在選舉日又沒有投票的資料 然後他就奇怪 因為投票站 對於 身份證或線 那本大落書 在97年前 以他理解 投票之後 就綁成一圈 然後就運去相關部門銷毀了 但是現在呢 為什麼 如果現在這個選舉事務處 如果打算提告某人 就會將這個選民名字 交回去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某人 然後又會將資料 載回選舉處 然後他就覺得奇怪 這些資料是應該消毀了 那為什麼還可以取得這些資料 是的 即是說會揭起一些 應該不在這裏的資料 是的 應該一早都消毀了 然後就說 原來現在那些一卷卷的lockbook 就會送去那裏 就由一個小組負責 輸入所有資料 跟著要輸入完資料之後 才會消毀那些lockbook 但是就算選舉處人員 都不知道小組是甚麼人 和怎樣運作 和屬於哪個管理層的 那現在雖然就說 你的資料雖然不會透露到 你究竟將票是投給誰 但是你就從這樣的資料 你就會知道 有哪些人去了投票 有哪些人沒有投票 大概會猜到 如果真的找到這些資料出來 因為你每個票站有限量 因為每個人投票 然後我看到 原來這一群list的lockbook 就是這些人來過投票站 那他起碼可以追究沒有去投票的 就是如果有賄選的情況 或者是大致可能有個約數 因為我們去拿選票的時候 你要給身份證 然後他畫了誰就來了 就免得有人重複投票 這些很簡單的事情 這些幾個點 就是云海寫這幾個點 加上蘋果 譬如昨天說的東莞磊動計劃 或者說同鄉會 有叫人投資是偉俊你為瓶 這些事情 你不會覺得很震驚 我覺得 我覺得首要的就是 很新鮮嗎 不是了 已經發生了很多屆 大家也說了很多次 什麼英雄七成十三人 這些 譬如關於選票這些事情 究竟有沒有多有沒有少 是不是公穩 過往大家對於選舉事務處 那個程序公義 那個客觀中立 其實一直都有信心 去到這一屆 我都不至於掉落很大的信心 為什麼呢 其實以我所知,其實這些職員包括選舉主任 其實都是在不同的部門執行過來的 你不是每個月都在選舉 可能在民政處不同的部門 或者他們專門,他們其實也可能有一些散修修的團隊 因為我十多年前認識一些朋友在裏面做事 可能他有個團隊專門負責做大活動 煙花就煙花,巡遊就巡遊,跟著投票就投票 清潔日,他們專門負責做省的活動 或者派來派去,拜項目 拜項目,當然他們是一份長工 看看要去哪裏,特別要人就去哪裏 所以你說要在那裏做一些程序的手腳其實很危險 因為沒有什麼貴重性,沒有什麼忠誠度 他要透露就透露,因為轉頭他已經調了部門之類 今年有沒有可能會做得更加明目張膽 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其實主要是來自周永勤的事件 是令我覺得那件事可以做得很誇張 而周永勤這個事件給我的感覺就是 票真的差很少 那小小票都搶 而他公票也不穩陣,也沒有什麼贏的信息 公票不穩陣不只是他們手上的建制票不穩陣 譬如蛇齋餅總票,新移民票,那些鄉里票 即可能是他新移民來的香港 因為可能只是建制的組織已經有他們的個人資料 然後開始做一個新移民的適應的時候 就開始接濟他們 即接濟包括很多東西 或是上公屋 那些小朋友的班、班組、婦女的小組 大家互相照應 這些很重要的倫理關係 做得好的票就是你 這個就不關乎是否牽涉舞弊 所有做地區工作都是這樣的 人的關係最重要 好了,我會覺得就是你看到周永勤 那時候去到一個刑事恐嚇 做得這麼明顯 有可能只是他當你無盜 當香港的監察制度無盜 包括ICAC、警方 可能是強雄所說的 全部都是我的人 大亨那宗也是 是的 大亨那宗我覺得是很恐怖的 在宜蘭城會那裡 約成幾二十人來兇勾人 是的 已經去到這樣的動作 即是有人想去啟動一些這麼明目張膽 覺得不會有事的動作 一來就覺得可能當你無盜 二來就是那些票很緊 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他沽不住自己的票 因為很多時候真的不知道 第二就是 也不要以為真的這麼準 第二就是我們的票很多 即是我們可能 譬如他手上沽到四萬票 但我有四萬一票我就贏了 他可能會感覺到他的對加 即是我不說是否只是我們 但其實我想說是 因為你看 你看應該爭最後那一席都是我們 或者最後那一兩席 即是很大的對手 建制之間說真的 那個所謂有影響 那個扣是這麼多的 是的 其實那個頂度是這麼大 就算被他種了票 搞起來都是大多一點 那所謂的原理很簡單 就是大亨都說了很多次 譬如你說九東的情況就是 那你建制之間的扣就是這麼大 那所謂的票就是這麼多 是的 那你見到十號和樣大 那個勢頭很厲害 看來不少東西 那他們就覺得 我上次分到的那些票 他們不夠贏 是的 所以說是他們組織出來的那些票 不夠 那他們搶對加 他們那些對加 就是所謂的建制內部那些 因為我跟那個餅而已 所以我的吵架來自不夠票 舊票怎會罵 就等於我昨天見到有些KOL 在那邊說 人家泛民30年團結現在才散 你們本土派現在很快就散 那時候夠席位 這個不只是搶不搶位的問題 當然這是義氣的問題 如果我們那邊就這樣說 在 但是說這個團結 我也想起昨天杜汶澤的status 大家自己去看他的status 其實是沒所謂的 所以我真的都罵了 沒什麼所謂 那些黑勢力 好像阿四剛才說的 周永勤事件 或者大亨和教主 去潛雲山那裡被人兇 這些就是動用黑社會勢力 這些就是外面票站外的事 票站內都可以有黑社會勢力 都可以有髒話題 票站內是擔憂的 所以要大家監票就怎樣 只是補選的時候已經有不見所事 是啊 監票點票那些 真的看緊一點 有沒有人拿著掌心雷 有沒有一些老人家 好像不太聰明的人帶著 那些全部都多口問一個票站的主任 盡量周得緊一點 到點票的時候 亦都是看緊 尤其是那些票站 我不知道 有些我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得數票 數票意思是說 當日多少人來 會不會加起來 其實應該會以我上界看 其實我印象沒有的 因為我點我監票 就是這件事 另一件事當然 對於我們有利的 就是可能他都會覺得 手頭族那方面 會不會都是偏向泛民 或者非建制派本土那邊 當然有 看牛腦和鱗魚角就知道 他們是手頭族 震動 因為初初數 老人家比較 首次登記選民 年輕人笑 不是啊 你當牛腦死啊 他們這些成為本土的新勢力 那裡當然是賴 就是賴料 你見到建制那邊 去到無所不用其極 所以我也是跟昨天的結論一樣 就是我們是差很少的 當然你可以說對於制度失望那些 那是 但是你要知道這是我們的香港 你說擺得低你就擺低 但如果你擺不低 我們唯有就是 就是像英軍所說 這樣就先充到五萬票 就看你中得多少 你唯有 你跟一個吃那麼藥的人去鬥油水 你唯有就快了他 你唯有真的拉得一票 低一票 就是一票不能 而且如果只是差 你講 還有就是 為何譬如 特意講雲凱這個post 或者我們都是作報道 我自己看的就是 這是做紀錄 那些監票員 就是你幫忙做我們監票員那些 監頭也好監點也好 真的要學習雲凱那種 煩交 煩到你這個街上做 你還要看一看我才說煩交 煩到做 意思是什麼 我不敢認同 就是一個這樣的 term 我怕他鎖你進入 AVP1的約櫃裡面 我想大家容易一點明白 就是你看到我們剛才複述到雲凱 那個post 他的過程 他怎樣去 怎樣親身去選舉事務處去投訴 是 怎樣多次去 其實何老實說 我很煩 有 你要不要怕煩 就是等於你當日 如果你9月4日 你是幫忙我們做我們的監票員也好 監點也好監頭也好 你就是要抱著這種的精神 不要跟他怕煩 因為他一定跟你灑灌湯的 大家全部都要做炸兩盒 是啊 全部都抱著這種精神 一見到一點點就不想對路 啊 屌你那個 那個阿婆 那你就要走過去 就煩的 觀察一下 看看清楚什麼事 然後有問題就立即問 就算 終於是誤解了 但你不要錯過任何機會 有人說見到蔣心蕾可以怎樣 立即就跟票站組合 立即吵 大大聲吵 趕緊捉著他 幹什麼 你記住 票站裡面不可以拍片 會立即開LINE 拉他來試 OK 大家很煩 開LINE 你看看這個阿婆 不是緊張起來很難說 所以大家想 但是要煩交的 不論你是陳雲海也好 陳雲也好 陳志雲也好 陳志雲也好 什麼都好 總之就搶他 總之全方面去 很重要的狀態是 你入到那個票站 如果你是幫忙的監票員也好 監點也好 你入到那個票站 你一展現這種姿態 這種炸兩盒的姿態 全部人都害怕了 知道你 你一出聲你一出聲 你一出聲 哎呀 糟糕了 九月四號全部都說過All Battle 穿黑色衣服 制服 交給你制服 指著我婆 奇怪了奇怪了 不眉來歷的選票 去了哪 這個氣勢很重要啊 這個氣勢很重要啊 他就知道 這個不敢去看笑 不敢去看笑 這個九月四號可以做 但是這幾天可以做的就是 我唯一就是要告訴你 喂 可能真的差很少的票 你去勸那一票半票 其實價值就比往年大 可能不是說上天王 就輸了1900票 是可能一個更窄的位置 因為我們實在太取得票了 我們每天開八九幾個街站 二百個 二百 二百 不敢夠多 不是多 中至二百倍 不知道 不要比啦 要比啦 中至多一點 那不是啊 如果票數比較少 他會很瘀�的 那麼呢 盡量取票 但是可能你會有個疑問 就是 喂 我真的拉不到票 譬如就是說 我家人或我的朋友 他真的很憎亡羊貪 很憎亡羊貪 有沒有其他方法 令到選舉 令到拉票的情況 都是對我們有利呢 是有辦法的 但是正如我節目一開始說 這些資料真的要分開 因為太多節目要做了 留回國立大台說 我下午就花了一段時間教大家如何勸票 這時候我們休息一會 包括心理輔導 有些的 我們休息一會回來說另一件事